最近全球最火的经济事件 不是说黄金涨的有多高 或者是美股涨的有多高 美国到底加不加息 其实是日元快速的贬值 日本快速的贬值到底是一个机会 还是一个危机 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早在90年代的时候 中国人有很多去日本打工 因为当时在日本的劳务工资 可以说在日本工作一个月 等于在国内工作一年 当时的话也拍过很多的纪录片 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日本它在经历这失落的30年的时间里 它整体的居民的生活条件 其实没怎么改变 可能说你当时在签订广场协议以后 日本疯狂的去国外买买买 他们的这种中产 可能会像美国的中产家庭一样 又有度假的房屋 然后每年有固定的假期 然后又有一个很舒适的一个工作环境 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报酬 但是突然之间日本失落的30年 可能很多的人跟随整个的财富的泡沫 直接全部的破灭掉了 但是你会发现 日本整体的GDP其实没有多大的变化 而且它还在维持着一个 属于这种经济发达体的一个状态 但是你现在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就是日本一直去祈求的通货膨胀 或者说相对来说 让自己本国可以有一定活力的这种通胀状态 可是现在你发现通胀来了 竟然比想象的还要恶劣 首先我们都知道 早在最三月初的时候 日本的这种工会去谈判工资 好好的 今年可以说涨薪在5%至6%之间 可以说这个涨幅 对于普通的所有的企业来说 薪资涨幅真的是很高 但是短短的一个月时间 整个的汇率暴跌了5%左右 也就是说你涨幅的这一部分钱 全部的都汇费延灭了 你随着整体的这种物价上涨 购买力下降 然后国际的汇率 你会发现 其实美元指数没有变得多强 但是你看一下这是日本的汇率 日本的汇率 现在已经跌到了 一美元比158 如果换成人民币的话 你会发现 现在的话人民币的价格 已经是这个价格了 曾经的话 可以说在2020年左右 一美元对比日元的汇率呢 是相对来说的是110左右 120 到了现在跌幅43% 那么对比人民币呢 人民币和日元的对比 日元也贬值了33% 所以说我们的人币在这一段时间里 很多的人都觉得人民币汇率从6跳到了7 但是我们相对来说 其实我们的这个汇率真的很稳定 你要知道对于一个国家经济最重要的 不是说股市 也不是说你的楼市 是你的汇率 如果说你的汇率在一夜之间贬值了50% 是否意味着你的国家财富一下少了一半 然后日本呢 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 它呢 很多的资产都在海外 就是因为它曾经吃过亏 当时它签订完广场协议以后 疯狂的在国外买买买 或者你也可以理解为日企的很多的这些出口 它们呢 对应的都是这种欧美的成熟市场 所以说它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分公司 这一次 为什么日元快速的贬值 央行竟然不出面做任何的干预 日元是从145快速的跌到了158 可以说跌幅达到了8% 竟然都没有干预 首先你要知道 很多的时候 日本掌握着大量的美元 它是美债最大的持有国 你如果说它卖掉一部分美债 可以完全的可以拖住日元 为什么会让国际的游资疯狂的去抢到日本去抢钱 如果说日本真的躺平去给美国当雪包 但是你要知道你牺牲的是一亿多的它本国居民 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发现 其实不是 可能是有一定的利益互换 因为如果你要知道你作为一个企业 你在日本的时候你是属于生产出口型 你一直都拿着海外的资金 你签订的都是美元的订单 也就意味着你给国内开的日元 这种情况下日元只要快速的贬值 是否意味着一些大的企业 比如说什么猪友啊 丰田啊 三菱啊 他们拿美元换回日元以后 也就意味着工人的工资更便宜了 工人可能今年涨了5% 但是你会发现汇率一换算 工人的工资等于跌了20% 可以说资本家真的算的是太聪明了 一点要去考虑 就是曾经所有全球的人民 都把日本当做一个carry tree的地方 因为它套利是太方便了 因为日本的利息给你的特别低 但是呢 你要知道普通的居民 其实不是说存钱是负利率 普通的居民存钱是有一定利息的 但是会特别特别的低 可是你要知道那贷款如何贷 就像引用在我们国内一样 我们国内你想贷款 个人你能贷多少 你个人即使你再优质的资产 你如果没有抵押物 可能也就是50万到200万之间 你的信用贷也就顶天了 但是你要知道对一个机构 可以贷出多少钱 所以说很多的日本机构 都是左手倒右手套完了日元 直接转到国外 转到国外的话 即使有一部分选择最基础的 去买美债 或者有的买美股 或者通过这种二次套利 或者是这种更复杂的方式 让整个的日元去持续的获得一定的收益 但是你会发现日元持续的贬值以后 他们获得的套利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说你会发现 其实不一定是国际游资疯狂的涌入日本去做空日本 很可能是日本自己做空日本 并且去演绎出戏 可是这种情况下 他什么时候会去收手 什么时候会让日元快速的上涨 这也就意味着自己又是裁判 自己又是运动员 所以说很多的时候 他总是在诱惑你 去吸引你 你就像这次黄金上涨也一样 我总跟大家聊 黄金上涨其实不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黄金会吸收我们很多普通 这种民众的这种资金 也就意味着 普通民众把钱都买到黄金了 是你黄金看着是涨了50 涨了100 但是你卖出去的时候 你发现你典当的时候 其实你挣不了多少钱 但是他会稀释你很多的流动性 当你的国家流动性偏弱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经济开始出现通缩 或者衰退 或者各种方面的问题 都在持续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都开始 往整个的市场去释放资金 希望去拖起我们的股市 或者是挺住楼市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的楼市 可能进入到二次的 这一个下探的行情 然后整个的股市 你会发现 昨天整个星期五 资金确实进得比较大 现在我们是要希望 去挺住整个的港股 你会发现 整个的香港市场 涨得特别好 然后回聊到整个的日本 你会发现 他这一次可能 其实是在挖坑 但是你要知道 对于亚洲市场 或者对于整个日本 在全球经济的一个影响 因为每一次 日本的加息 对于全球经济 都没有好事情 而且日本这个经济体 你要知道以前 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后来逐渐变成第三 最近开始贬值 贬值到后来的话 大家对它预估 也就是说2025年 日本就会跌落到 第五大GDP国家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如果日本真的出现 一定的爆雷 那么肯定最波及的 或者是影响最近的 你要知道就是亚洲 对我们影响 其实会非常大 然后呢 你也会发现 日本为什么会从衰退中 退出也就是平成的 废柴一代 到了现在 一直都努力 想要去通胀 可是通胀完了以后 发现没有期待的 整个的经济繁荣 是因为我们中国 整体的工业水平上涨 我们的制造业 我们的出口能力 和我们相对应的 同质化的竞争以后 日本已经没有 任何的优势可言了 这也就是日本这一次 为什么它只能通过 金融方面 想办法去获得更多的利润 所以说这一次 做空日元 不一定是国际的游资 很可能就是它自己